同样是林口的消息 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米兰小镇社区可以说是爱心满满 趁着周末的时候 特别在社区举办了爱心园游会 还邀请社区住户大家共同来摆摊 那么不管是卖吃的还是卖二手物品 最后要把义卖所得捐给东南社区关怀据点 希望能够充实长辈们共餐的经费 林口米兰小镇社区爱心满满 趁着周末特别举办爱心园游会 邀请社区住户一同来摆摊义卖 我国的人口老人的人数已经日据的增加 所以我们就是米兰我们社区 那是我们的副主委以及我们的刊委 我们都认为说重视老人这一块 是社会的每一个人的责任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办这项活动 就是我们爱心不落人后 我们这次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就是说尽量钱多一点 然后我们就捐给东南关怀协会 然后我们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我们的长者 一个社区能让所有的居民他们愿意自己奉献 他们自己的就是不管是办吃的 或是办一些二手用品 他们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都捐出来 然后甚至能摆一些摊位他们也都是自助式的 那可以让我们整个活动能圆满的达成 社区将把义卖所得捐给长期为长者办理共餐的 东南社区关怀据点 那今天所有的物资还有赠品什么的 都是由米兰小镇的居民捐出的 所有义卖的所得都捐给东南社区发展协会 作为一个关怀据点来照顾老人的一个经费 东南社区关怀据点为长辈提供共餐服务 长期以来经费甚为缺乏 米兰小镇社区住户的爱心扇行 让据点或长辈获得了最温暖的实质补助 以上新闻记者林口采访报导